我是以行政为主 近年来就是环境破坏的蛮严重的 然后加上我们想在台中找 类似像无包装的商店我们找不到 所以就自己出来做这样子 我是之前做设计相关的工作 店链的设计基本上就是自己做比较省钱 为什么会做这个行业的关系 也是受太太的影响 那我们就是减缩 那食安问题也很重要 那减缩跟食安就并行 我们就是无包装商店 那客人就是带自己的袋子或是盒子 来购买他想要的量 就是从你消费开始就减缩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 因为我们这样的销售模式有两种 比如说是五谷杂粮干货类的 或是南北杂货 我们会放在店里面 因为它效期比较长 那品质也是帮他们把好关 一定是无独以上 而且要有相关证书的小农 我们才会去配合 然后产地值守新鲜 对对对 我们也是很感谢这些小农们 如果没有他们这样支持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间店也开不起来 我们是完全白手起家 然后我们就是骑着摩托车 大街小巷逛了一圈有一圈 然后逛到他都中处了 刚好看到这一间 就是环境好加上他有停车场 就是感谢店生有一个朋友的爸爸 爸爸他就特别支持我们 所以说给我们很优惠的价格 因为其实好粮食这样的创立 也是要让大家吃到好的 然后我们要对环境好 那所以说我们主要八成的客人 都是面对面的客人 那我们都透过聊天啊 亲切的方式啊 取代电商那种冷漠感啊 或者说速度感啊 让他们知道说有人情味以外 你买的东西也都是OK的 我们店的方式跟一般的服务包装 会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它是一盒一盒的 让客人知道100克是多少 好粮食这三个字都是有各自的含义 我们是挑台湾在地的好食材 那粮的话就是明以食为天 所以我们是以食物为主 对 然后我们的食材是时间的意思 就是量成即食的意思 每一天都是上帝给的量成即食 对 无论问题有多大 然后上帝都比问题大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匆匆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